我们现在的头都低着 我们导游会说123 然后我们就抬头 1,2,3 哇 Incredible 大家好,我是Tommy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下 哥伦比亚南部 林多莎山的岩画 这些岩画描绘了 古时候人们在亚马逊 这片区域生活的场景 导游一路上 在给我们看各种植物 在讲解一些东西 我还会一点西语 但是不能全部都能理解 所以我就给大家 简单的这样子看一下 亚马逊丛林当中的 这些植物都长成什么样子的 寒羞草 看到一个相机 是用来探测美洲师的 这个我看懂了 是既可以用来掏耳朵 又可以用来做针线活 这个是向导在说 有一种虫子会吃这个可可豆 它就帮我们包开了好几个可可豆 找到了其中一个乳虫 它自己还把这个乳虫给吃下去 这还不是主要的盐画 我们快看见这个盐画了 对这些盐画的年代和场景 科学家们还在研究 大家通常认为 这些盐画的年代 可以追溯到公年前五到七千年左右 这些画里包括了当地人 当时的一种 象形文字 信仰 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场景 包括可以看到一些像乌龟呀 蝙蝠呀 还有一些哺乳类型的动物 那我们现在要从这里离开 去看下一个 还有更好看的 现在我们进了一个山洞 不许大人讲话 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蝙蝠 他们就是小水虫虫了 这是一种像毛毛虫一样的动物 向导说有毒叫我们别碰 我们还要走到这个年事上面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船 给大家看一下 哇 哇 是一种不同的 不一样的 又是另外一侧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有一些地方 它是被信使风化掉了 但是整个盐画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和很多的动作 你都能清晰的可见 而且在整个这片区域的话 是有100多米长 慢点我再往下走 就发现这里更长了 应该不止100米 大概可能会有200多米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这些地方 后面那个山上还有 我估计它可能大概有300多米长 如果我们再走两步 走到这边 看到这里 你就知道它不止300米长了 还有很大一片 你看这个完全长得像一个鸭嘴兽 看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中国广西的花生岩花 也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